本土個案再度下降 六月十九號新增本土五萬零五百六十一例 個案數較前一天下降百分之五點七 台中和高雄確診數人最高 但沒有縣市破八千例 不過新增一名青少年中重症 一名十七歲男性 有慢性神經系統疾病 長期臥床 六月九號發燒到三十八度 短暫抽搐 且出現四肢間歇性發子 意識改變 六月十三號送急診 先樣濃度下降 S光顯示有肺炎情形 插管使用呼吸器 在加護病房治療中 新增死亡人數一百七十二人 其中一名三歲男童 有笑吼心肺衰竭 就醫後發現糖尿病銅酸中毒症 在六月十四號死亡 巧合的是新增兩例重症死亡 兒童個案都有慢性神經系統疾病 且都沒接種疫苗 他生活上比較沒辦法治理 不曉得怎麼樣去表述他的症狀 他比較不會可談 他們應該還是要打疫苗 雖然疫情趨緩 但死亡人數仍未下降 看看近期新增死亡數 六月十八號回升到一百八十一例 十九號也有一百七十二例 為何死亡個案未趨緩 台灣累計確診死亡已超過五千人 現在又面臨B.A.4 B.A.5瀕臨城下 隨時可能闖入社區 學家張上淳表示 B.A.2疫情尚未完全趨緩 若B.A.4 B.A.5又進入國內 疫情可能再向上攀升 要減災監控 並持續經營定序 避免疫情惡化 這也代表指揮中心將擴大 對靠近邊境的本土個案 做經營定序 當成B.A.4 B.A.5 是否入侵社區的監測指標 記者李欣陽相遇台北採訪報導